我们终于有家具了 超开心 昨天搬家工人一早到的时候 然后他就送了我一颗 超级无敌 大凤梨 就是他们说 就是欢迎我们搬到夏威亚 就是很像一次welcome gift 他是说还没好啦 所以可能过几天再杀死他 但是就是觉得很感人超可爱的 大凤梨 目前这个家所有的家具 都是我们从Marginia那个家 整个家整个家打包 然后飘洋过海到夏威亿的 我们现在这个房子的大小 跟前一个房子的大小其实有差 前一个比较大 所以有很多家具 其实我们是要想办法卖掉丢掉 或者是送人 因为就是真的摆不下 这次送来呢有194个物件 然后每个物件上面都会有编号啊 跟他的号码 所以他就是会跟我一一核对纸上的这些项目 在每一个纸箱上面呢 其实他也会标示内容物啊 或者是这个这枕箱是从哪一个区域 比如说主卧室或者是厨房打包的 然后搬到这里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把他放到他该去的位置 通常他们的规定呢 就是只要是搬家工人在A点帮你包好的东西 那在B点呢他就会帮你打开 就是帮你归位 但是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我只希望他把大部件拆开就好了 其他的像是厨房用品啊或者是房间一些衣服等等那些 我都希望我可以自己整理 就是大楼规定呢 如果你要搬家的话就需要跟他们申请 然后申请之后呢 因为有四个电梯 所以他会锁一个电梯 专门让你们就是搬家工人使用 我们大楼就是给两个时段 一个就是早上 一个就是下午 那我是预约早上的时间 然后他总共是给我四个小时 从八点到十二点半 但是他居然是要收费的 早上时段跟下午时段价位是一样 都是165美金 我之前是没有在美国住过大楼 所以我完全没有听说过这种 就是搬家需要收费的道理 而且我就想说我每个月都已经在付管理费了 其实真的还蛮难理解为什么我搬家进来 还需要再另外付一个电梯使用费之类的 超级傻眼 今天早上他们一到的时候 我就稍微的提醒了他们一下就说 就是我预约的电梯是到十二点半 那就是希望他们能尽量尽量赶在这个时间段内帮我办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需要更多时间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东西需要搬 那如果他们真的需要超过那个时间段 我也不能怎么样 但是我就得再付一次165 所以讨论过后我就是说 那就是先搬上来 我来拆 就是我也帮忙拆 然后但是他们主要就是先赶快把东西搬上来 如果有时间够的话 再一起帮忙拆 厨房跟暗房已经整个被塞爆 东西已经全部都搬上楼来了 最后大家毛起来拆职 大概在午餐的时间我就订了Uber Eats 因为Michael不在 我没有办法出去买东西给他们吃 所以就是订了汉堡跟薯条 然后请他们就是先吃 但他们就是坚持不先吃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薯条就软掉了 渐渐的整个家从空荡荡 然后变成就是塞满了 一大堆家具跟纸箱还有杂物 最后呢就是超感谢他们的帮忙 就是在1点以前左右 就是所有东西都搬完 家具班来的第二天 太感人了吧 我们有认真的家具了 这是客厅 还没有很认真的整理 只是叫他们先稍微放一下位置而已 餐桌 然后厨房 现在还很乱 因为其实我昨天已经花4个小时 整理了这一堆纸箱 大概有七八个吧 我已经尽力了 然后这边是酱料跟电锅 后面就是收纳盒 然后Michael1000万个杯子 是超多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的面类 跟保健食品 原本空荡荡的暗房 现在已经被堆满杂物 但这边有大概百分之 85、90以上都是Michael的 像是他的打驱棍球的 他的高额肤球杆 然后我们的滑雪板 旧家的洗衣烘衣机 后跟就是一个很巨大的 嗯 嗯 桌子 所以这部分我就等他回来自己整理 因为他现在出差 这两箱呢就是我很疑惑 因为他其实就是把所有的鞋子 一些东西全部被塞在同一箱里面 我的高跟鞋 竟然被塞在底下 所以只好全部买新的 客房也是就是堆了一些东西 但是这个床我们之后应该也是会 丢掉卖掉或者是送人 所以就也不需要把它堵起来 好乱哦 关起来当做没看到 昨天开箱的时候 发现这三个Michael的东西 真的是超疑惑的 真的是超疑惑的 好乱哦 算了 出去走走 电梯里有1000万个按钮 那就我们先去六楼看看 大电梯呢也是要Social distancing 他们的公社其实还蛮特别的 他们的公社其实还蛮特别的 因为是在六楼 所以是有点在半空中的感觉 然后游泳池也因为疫情关了 其实夏威夷有很多的大楼 他们的公社都是设在户外 然后都是设在五楼或六楼等等 然后一到五楼是停车场 Michael说他等他回来之后 他应该每天都会来这边打架我夫妻 眨眼 进来之后有一个party room 然后有一个电影院 那就来更新一下从上一支影片 大概到这支影片中间一个多礼拜 然后夏威夷疫情的状况 那因为感染人数呢 一直都还是完全没有好转 都是在百人 每天都是百人以上的确诊 所以呢市长呢他就是在8月25号的时候 就是又发布了第二波的stay at home order 就是没事就是不要出门 就是待在家里这样 那像里面写的第一项就是没事不要出门 第二个就是非必要的商店都必须关闭 然后禁止集会 第四个就是如果非必要的话 任何的方式在路上行走啊脚踏车啊等等的 都是必须被禁止的 第五项就是戴口罩 第六项呢就是关闭所有的市立的公园啊等等 然后第七个就是关闭海边 我看到order 8的时候 我想说嗯 所以是不能唱歌也禁止演奏 是以空气为主要发出声音的乐器 还是其实只有我觉得就是order 8有点夸张 但是它当然是有一些诞书下面就写说什么 要隔多远啊 然后什么样情况下是OK 什么样情况下是不行的 但是我觉得以现在状况来讲 当然是比较严格总比放松 然后疫情又大爆发来得好 最后呢就是希望大家stay safe and healthy 拜拜 拜拜 拜拜